外面中一輛小貨車停在單向道裡面 好幾輛機車經過都紛紛閃避他 眼看後面有一名員警駕駛還是沒有開走 最後車上下來兩人 沒想到卻開始和警察爭論 我跟你說你在這裡路中央 我跟你講過了 這裡不行這樣 母子兩人輪流跟員警爭論 最後甚至不願拿罰單 事發就在台北市中山區的巷弄內 當時駕駛把車並排林庭 他強調是要讓媽媽下車而已 但駕駛也跟著下車擋住了後方車輛通行 當下被以違反道交條例並排林庭 及妨礙人車通行規定開罰 不過經過這名受罰駕駛反應後 警方檢視違規行為 因為駕駛仍然保持車輛可以馬上開走的狀態 所以妨礙人車通行部分將撤銷 不過並排林庭仍然維持舉罰